文章来源 Fx168财经 华尔街大鳄彼得 西夫 Peter Schiff 警告称 拜登经济学的骗局很快就会暴露出来 因为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剧 而经济却在降温 上周 欧洲太平洋资产管理公司 Europacific Asset Management CEO兼首席 全球策略师彼得 西夫 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了一系列帖子 猛烈抨击美国总统拜登 Joe Biden的经济政策 即所谓的拜登经济学 西夫稍早前警告说 如果美国人认为现在的经济很糟糕 那就等着瞧吧 一旦美元崩溃 通货膨胀和利率都会急剧上升 这将使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 导致许多人失业 这才是真正的拜登经济学 这位经济学家强调 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 和7月职位空缺大幅下降 这两项指标都远低于 最悲观的预测 西夫警告称 拜登经济学的骗局 很快就会暴露出来 因为通货膨胀和失业加剧 而经济却在降温 美国劳工部最新的报告显示 美国7月 Jaws职位空缺为882.7万人 为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 远不及市场预期的946.5万人 美国资商会上发布的报告显示 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从7月的114跌至106.1 彭博调查的经济学家的预期中值为116 报告指出 认为就业难的受访者比例 升至2021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现状指标降至144.8 为去年11月以来最低水平 衡量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展望的预期指标 降至80.2 在最近接受真实美国Real America采访时 西夫称拜登经济学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他强调 只要政府继续借贷和消费 价格通胀就会继续加剧 对于拜登的经济政策 西夫说 拜登除了增加政府支出 和增加额外的经济监管之外 还做了什么 这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这完全是一场灾难 其他许多人也对拜登经济学 提出类似的批评 经济学家史蒂夫 汉克 Steve Hank 多次表示 拜登经济学意味着不计后果的支出 和更高的价格 众议员威廉 蒂蒙斯 William Timmons 上周表示 拜登经济学正在粉碎美国梦 共和党众议员汤姆 Emmer Tom Emmer 最近说 拜登总统的拜登经济学 要么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要么是对美国人每天面临的困境 一无所知 众议院共和党人 正在认真对待我们国家危险的财政状况 而民主党人 则在拜登经济学上加倍下注 忽视他给普通美国人带来的后果 会谓FITC 下调美国信用评级 应该给民主党敲响警钟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 共和党委员会 本月早些时候 在X上发帖说 拜登吹嘘他的经济计划 取得了成功 但数据却告诉我们 一个不同的故事 7月份的通货膨胀率上升3.2% 而今天的物价比拜登上任时 高出惊人的16% 这不是秘密 拜登经济学正在让美国失败